大家好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也是修理的軍人 那我現在也是 湖中天社區的主委 剛剛這裡有一個賓谷的副主委 我是現任的主委 我今天也是代表我們湖中天的100多戶 來這邊做的了解 那我住在內谷的事情 我想大家對於內谷這樣一個園區的台灣都非常關心 我覺得今天這樣的一個說明會是非常成功的 在我來看 我覺得是成功的 也就是說 今天各位一定要知道 所有的誤會 所有的很多人 所有的很多會都是因為資訊的不正確 沒有面對面的通通 我今天第一個我在這邊聽 我都覺得這些均勻的心聲我可以感同身受 我如果是均勻我怎麼會不關心我的身家性命 我會不關心我的財產 這一定的嘛 可以理解的 這些人的反應生意識非常正確的 是應該被理解 應該被尊重 那同樣 我們也反過來 會再施法的問題 因為我做到的都沒有人做自己 都是好啦 都做好事 直到做慈善做救濟 國際政財 70多國 都認同這個團體 我也在想 是不是這樣的團體 怎麼會不會這樣 我們就去思考 可是邏輯要去想 這樣的團體 他環保是他最早做的 你剛才沒破壞環保 我們要再去想這個問題 所有的關係都有一個邏輯 那 居民是怎麼會抗議 你危害的外星 會危及到我的生命嘛 危及到我的身家安全 我當然要抗議啊 這是他們的權利 所以這幾個里長會說 要聽他們的聲音 我覺得這是對的 那所以反過來就說 我覺得 我剛才說 一開始就說這個說明是成功的 因為慈濟也知道說 要辦一個東西要跟李明溝通 那我覺得 我覺得我認同蔡部長講的 這個一定要強調說 這不是第一次 也就是我一直在強調 溝通的重要性 人類跟人類的誤會 都在意 沒有好好的溝通 我相信真理 一定可以越變越底 因為有數據有專家 一次溝通不好 就第二次嘛 第二次我們再有疑慮就第三次嘛 我們一定要把它搞得清楚而已 就跟我今天要代表我們的社區來搞清楚 我沒有搞清楚 我在12月8號我們所有選擇 我們要跟他們解釋 我要跟他們解釋 我也住很近 我也住很近了 我不會比你 那個大火力離得遠的 你也是去玩距離 所以如果一天 那個狂猴虛指有問題的話 我可能比你們第一個被衝到 所以我要強調就是說 今天是成功 至少我們 有把李明的聲音 反映給我們慈濟聽到了 那我們今天也充分從慈濟的這個簡報檔裡面 其實我也得到很多證券資訊 人家有要蓋 蓋生態置紅石啊 人家是保留很多綠地啊 人家要蓋那個什麼 人文交易園區什麼老人 長青院幼兒院 跟圖書館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如果他真的沒有破壞環保的話 你敢玩 我們假設一個前提 當然這個 我們就說假設一個前提 當然這要專家認定 不過我們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你這樣實際有辦法證明 被破壞環保 有這麼多東西你要不要 觀眾 增進你的生活品質 你要進去嗎 會 對嗎 你如果沒破壞環保 你是什麼原因 所以重點只有一個 會不會破壞環保 那我就來講 這種東西 各位 環保這是全世界的 給世界價值 環保是科技的你知道嗎 環保是科技的 他們的東西都有數據 現在科學的方案 連一個 連一個 那個都可以 我推給那個CIS 連那所有的毛細工都可以再去 可以去檢測 可以去認定那個基因 所以我剛才講就是說 喔 我已經前面很多人超過三分鐘 我還要公平 所以我要強調就是說 我們一定 我相信此界一定有辦法 提供充問的數據 我一定要聚焦 我今天覺得說 因為我也是大富裕的居民 我可以感同身受 可是外面強調你說 大富裏的 內湖的居民是很有素質的 是做我追尊的 是可以理性溝通的 是相信科學數據的 我們不接受偏見 所以外面 其實在我來聽這個案子之前 雖然我的很多朋友是直擊 其實我也有很多戰險 可是我來了 聽了以後 其實我是有改觀的 我是有改 可是我還是有疑慮 沒關係 我繼續在了解 我就說真理越變越明 我繼續了解吧 可是 基本上 我們的前提是說 我們的心胸是要開看的 我們是open的 我們是不耐承建的 如果以後那種 打幾屎人都沒用 那都是耐承建的 所以我剛才講說 我們是同一個 我們是同一個台灣 我們是同在內湖社區 我相信這個團體 因為這個團體 如果可以被七十幾個國家認定 做這麼多的三次 我不會把他當壞人 那我們就好好的溝通 我覺得這中間 我也相信 慈禧直接 直請溝通沒有做好 那就要求他做好 但大家就好啊 坐下來一直的溝通 一直的溝通 把任何的疑慮 不斷拿出來 解決一項疑慮 就解決第二項 第二項解決再解決第三項 一定可以把所有的問題 解決清楚 那我剛才已經講到一個重點了 如果人家有辦法說明 今天真的把我們所有的意義都解決了 不破壞我們的身家安全 不破壞我們的財產 不破壞環保 有這麼多 那麼多功能的好的緣區 欸 你再懷疑 這增淨多少的生活品質 這阿伯娘 你大陸公園 都假裝那麼多的問題 Why not 為什麼不要 我講是一個很實在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要開放信修 開放信修 不帶陳建 願意 面對面的溝通 我今天很高興 聽到守護聯盟的那個理事長 李理事長他有強調他願意 他願意 合理性的跟直接做溝通 所以我剛才開始就講 只要大家有這種願意慘慨心修 理性溝通的前提 這樣子就成功了 我們就不斷的成功再下去 那蔡部長也承諾了 不會只辦這一次 這個後面會一直說下去 那我在後面接後面我的建議 這樣的溝通會要多辦 這樣的說明要多辦 不斷的辦 然後把數據帶動得更詳細 更完整 讓更多更公正 任正專家來幫這些理事 將來如果有辦法做到事 也許能夠做到真正的雙眼 以上 謝謝 謝謝